经过数亿年进化,世界上的生物已经充分适应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以自己独有而优秀的方式生存居住下来 后来人类出现,出于过于无聊的心态,开始最新发现新的物种,破坏了一切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频道 今天打算为大家介绍人类亲手制造出的怪物 狼猫,Likoi 毛毛躁躁的家猫已经落伍了 今时今日,狼猫才是大热 这种动物已经在非常少部分的家庭中成为新宠 可是,拥有异于长猫的外表的猫,在同类中显得与别不同 对于讨厌猫的人来说,应该是很恐怖的生物吧 繁殖Likoi的人,大概是原本希望既饲养猫,又饲养生病了的蝙蝠 但又只能二选一的人吧 Likoi的外表,就如80年代CG特效的狼人一模一样 他身上稀疏不同的毛色,听说是由于稀少的基因特变所导致 因基因特变而令到他的毛孔受损 所以不能拥有作为猫最大的魅力之一 柔软的毛发 让它看上去一直都是脏脏的 坚硬的皮肤上只剩下稀疏毛发 看上去就犹如一只微型的狼人一样 幸好的是,Likoi的身体状况十分良好 没有任何并发症 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到创造出它的人 然而狼猫的性格也更接近狗 不达佩斯鸽子 饲养员曾多次在白鸽的基因上挑战神的领域 但当中最优秀的种类却是来自大自然的产物 大部分的鸟类在除鸟时的身形只有虫一样的小 但不达佩斯鸽子从一开始便如长大后的鸟一般巨大 波特尔兄弟在1900年代前期 与匈牙利繁殖了这种拥有大如青蛙一样的眼睛的小怪物 由于外表扭曲 不达佩斯鸽子需要直接用胃死 可是让人震惊的是 这种鸟也可以在空中飞翔 而且更可以在高空中持续飞行五个小时 远离其他鸟类的漫骂 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又或者是希望在太阳底下燃烧自己 就不得而知了 大马士革山羊 沙米 皱眼一看 你会认为这头山羊一定会遭受到严重的意外 或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的整形手术 事实上 这是被称作沙米的特别繁殖的品种 对于当地人来说 这种山羊长得十分好看 但审美观的问题就别讨论了 但这种最美的山羊因自己的外表而使进食过程十分不变 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很难生存吧 大马士革山羊基本上在叙利亚一带发现 主要用于乳液上的饲养 这种山羊从数世纪前开始存在 在阿拉伯文学和民间传说中曾多次被提及 其独特的气质和外表以及高尚的品格都被多次称赞 梅山猪 梅山猪或太湖猪是在中国繁殖的一个品种 梅山猪是太湖猪之中被特别饲养的变种猪 受各种的支援下作为食用猪而诞生 看上去有点恶心的外表 会让人以为它是危险的生物 怀疑它到底能不能食用 杏枣熟可快至出生后两个月 梅山猪可算世上最多产的猪之一 这种猪出口到美国最大原因是其快速的繁殖速度 农场经营者一听到能像兔子一样快的繁殖速度的猪 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可是外贸协会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梅山猪囤积了非常多的脂肪 即使以美国规格作为标准 脂肪比例仍是相当高 大致上来说 要像中国版的iPhone一样便宜 也是有它的理由吧 意大利金丝雀 大家一定吓了一跳吧 这种小鸟绝对不是得了什么病 与鸟类和翼龙像是有亲戚关系的这种鸟 其实是金丝雀的一种 尽管前额的羽毛有点少 看上去有点奇怪 但喜爱这种鸣情的人大有人在 和繁殖出这种鸟的人的道德水平不同 这种鸟自身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意大利的金丝雀饲养员 理想中的鸟类正是这种小鸟 它们进行着繁殖的动机不明 但研究的成果却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虽然只是推测 但会不会以前有某个饲养员 非常讨厌金丝雀 把对它们的怨念注入自己的研究成果 作为对金丝雀的复仇呢 无毛天竹鼠 天竹鼠的种类十分之多 而且外观上也是十分多变 当中要说最显眼的 应该就是无毛的天竹鼠了 它身上除了鼻子上那一小束毛以外 其他部分都是光秃秃的 让它看上去特别寒碜 它被称作skinny的原因 除了是因为它鲜瘦的体型之外 还有是因为它稀疏的毛发 由于无毛天竹鼠的毛囊DNA已经被完全地洗去 这个镊齿动物的皮肤一直都是光溜溜的 显得特别害羞 但其实无毛的天竹鼠并不是真的完全无毛 犹如恐怖电影中的情节一样 无毛的天竹鼠的历史源自于实验室 研究镊齿科的饲养员 一直废寝旺参与 把各种不同种的天竹鼠之间互相交配 逐渐繁殖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品种 过程中出生的天竹鼠包括了名叫狼人 Wear Wolf Skinny的品种 使将有毛与无毛的品种交配后 基因突变的下一代 后来其中有几位饲养员改变研究方向 反而令其生出毛发 于是乎便诞生了很像假发的德克塞尔天竹鼠 再之后是秘鲁天竹鼠 那浓密柔软的毛 是否可以掩盖了逃跑的时候 会被自己的毛绊倒的缺点呢 普瓦图驴或马蒙驴 这看上去脏体的 是一种叫普瓦图的品种 这种驴在法国被繁殖 即使不包括它又长又卷的毛的部分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驴 操在身上脏脏的毛 是身体机能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驴原本就因其勤劳的个性一直被赞扬 普瓦图驴最自豪的地方就是它暗棕色或黑色的 长如绳子的毛 一直从身上垂下到提衣布 普瓦图这品种的毛 比其他品种的毛更为柔软 因此不能剃掉 斑马兽 它是斑马鱼马 矮种马或驴杂交的品种 一般来说是用雄性的斑马和雌性的马科动物交配后而生出的后代 详细还是不要知道会比较好 斑马兽通常来说体型会比较像母方 腹系的特征会在脚或颈的部分显现出来 和其他马科动物一样 斑马兽主要是以被用作骑乘和货物运输等目的而被繁殖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相信会有人觉得这次的故事很讽刺 大家可以试试跟生物遗传学家们表达自己的怒火 我们都喜欢动物 因为我们的恶趣味而伤害了各种动物 并不是羞耻的事 既然爱动物就不要玩弄它们的生命 特别是不必要的时候 那大家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